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由邦港出声HKG部 《特别呈现选委3分钟》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选委界别候选人是 17号李浩然 第一个环节 由主持人用一分钟的时间 去介绍候选人的个人简介 17号候选人李浩然 是现任华运集团 粤港澳大湾区首席战略官 基本法基金会会长 学友社主席李浩然 早年先后在香港、伦敦和北京读书 在清华大学修读法学博士期间 成为了一位基本法专家 回港后获董建华邀请 担任团结香港基金副总干事 对香港青四联教育十分重视 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 李浩然十多年前 在贵州省一个基层 贫困院担任院长助理 亲身参与扶贫 司法、教育、卫生等工作 对国家整体发展情况有深刻的认识 李浩然今次参选以民心为本 立法为公、为口号 强调以产业为民的理念 使经济发展成果合理位及各阶层的市民 第二个环节就请17号李浩然 用两分钟的时间去讲述他的个人正纲 大家好 我是李浩然 立法会选举选委会界别17号的候选人 我的竞选口号是 民心为本 立法为公 对于香港的未来发展 我认为需要我们寻找自身的发挥条件 包括加强我们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超级联系人的角色 善用香港作为亚太地区中心城市的优势 香港要实现产业慰民 经济发展应当有助于解决社会的问题 有利于国家整体的发展策略 香港要对传统的产业进行升级和优化 积极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构建 发掘文化创业发展的潜力 为香港经济增添动力 作为华润集团粤港澳大湾区的首席战略官 以及中资企业的商界第三选委 我认为香港巨大的发展潜力 是要与大湾区无穷的机遇紧密连结 大湾区城市要共同推进区内的高质量发展 促进产业的多元化 做到经济成果真正为民 作为基本法基金会会长 学友社的主席 我对宪法、基本法 以及国家安全的教育工作 和推广工作都十分重视 我希望重建香港社会的守法意识 和法治精神 对于年轻一代 我希望能够增强大家对中华文化 和中国历史的认识 培育才德兼备的新一代 第三个环节是候选人用一分钟的时间 回答指定问题 李浩然 如果你有幸能够进到议会 你会为议会带来什么新气象呢? 如果我有幸进入立法会的话 我会运用多年来在政策和学术研究领域的经验 以及在中国法律、宪法和基本法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加上商界的工作经验 努力提升立法议政的质素 使立法会的工作能够有坚实科学研究的支撑 而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 和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格局 我亦都希望透过自己在香港、内地和海外读书、工作、成长等等的经历 凭着国际视野 用全球和大历史的眼光去思考香港的未来 推动香港融入国家的发展大局 并且使到立法会的工作能够应对来自全球不同的挑战 多谢17号候选人李浩然 希望各位香港市民和选委 能够更加清楚17号候选人李浩然的从政之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阴 理论 稍后?" repele